字幕 свободYN 大家知道承会 由7月25日 即是7月最后的主日 恢復实体主日崇拜 芝加哥承会 石区教会的弟兄姍妹 我们可以回到教会 现场一起敬拜 在这个过渡期间 开始的时候只能够容纳50%的人数 所以需要请大家上网报名 报名的连结已放在 教会的Facebook和WhatsApp 两个社交群组里 请大家尽快 请记住 五成容纳人数只是暂时 漸漸可能过渡到七成 甚至完全恢复 我们都很期盼这个日子 快点来到 但在未完全恢复之前 要麻烦大家每个星期都报名 每个星期报名目的是 确保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请放心 为了请仔的安全 我们会在教会现场 尽量做足卫生措施 还有 虽然目前 儿童事工和幼儿看顾 还未能够恢复 但如果家长你感到放心 欢迎你把小朋友带回教会 最后也是这句 让我们同心为这件事祈祷 交托给我们教会的主 为我们受苦受死 医治到复活的主 是教会的主 让我们真诚回报 以爱还爱 总观我们的爱是几个秒少 只要忠诚在神眼里 是极为重要的 现在就让我们以金钱来到表示 我们对基督忠诚的爱 你可以选择方便快捷的网上奉献方法 PayPal Sell Venmo 无论是哪个都是使用同一个电邮 就是 ar at urbanvoicechurch.com 你也可以选择用支票奉献 你现在就可以在支票台上写 Urban voice community church 之后请你把支票寄去 3520 South Morgan Apartment 102 Chicago IL60609 在两个礼拜前 我和大家介绍了成会网台上 Mark Sir五集的考古探秘系列 而他刚刚出了又新的一集 耶路巴历的名文 是有关于旧约士司纪时期的文物出土 文物上刻有原始的迦南文字 正是这种迦南文字 后来演变成旧约神经的希伯来文字 这些考古实在帮助我们 更加了解那段时期的历史 而这一集已经在成会网台上推出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为你带来成会网上 进修课程的几个重要更新 第一 不说你不觉 原来在短短大半年 Mark Sir已经开了三个课程 第一个是去年11月 圣经考古入门 第二是今年1月中 旧约考古族长埃及和旷野时期 第三是今年4月底 旧约考古入主嘉南时期 虽然课程已经结束 但是Mark Sir将这些他教过的 制作了三个成会录影教学课程 即使你之前因为时间错过了修读 你不用难过 因为你仍然有机会学的 你可以上网自行选读这些录影了的课程 仍然是有旁听和正书两样给你选行的 而这些录影的课程 是令学生更加有时间弹性去学习 你只要报了名 就可以用最方便你自己的时间 收看这些影片 只要在八个星期内全看完 和完成一些绝对不难的习作 你就是修读完这一课了 而第二个重要的更新 这是八月底Mark Sir将会开第四个课程 仍然是旧日考古 不过这次去到联合王国 即是萨姆伊、苏罗、大卫、所罗门的时期 而开课的日期同样是有两个时段 在北美这里是8月31日 星期二夜晚8点至9点半 是北美中西部时间 而香港的时段 就是开课是9月1日星期三 同样是晚上9点至10点半 和过往一样 这些课程都是每隔一个星期二进行 共四课每课一个半小时 而第三个重要的更新就是 由李浩然牧师教导的基础希伯来文的 西美原文一已经迅速完成了 而在7月20日即将开课一班 就是西美原文二 这么说吧 西美原文一是帮助同学 对希伯来文有基础的认识 即是其中的字母、音标、音节 而即将开课的西美原文第二 帮助同学学习关于希伯来文的 应用词、代词、数字等等 尽心打好希伯来文的基础 更加能够理解圣经原文的意思 虽然后天就开课了 如果你今天报名还说得迟 总之 所有有关成会网上进修课程的详情 你都可以去到 urbanvoicechurch.com slash class 那里看到 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电邮询问 而电邮地址就是 urbanvoiceacademy at gmail.com 当然成会教会的大兄姊妹 你可以直接问Mark Sir和Cindy 中文崇拜完了之后 马上就是活潑精彩 内容丰富的儿童故事和儿童崇拜 鼓励家长你 不要停止将小朋友带到荧幕前 从小学习圣经的真理 一生到老都不偏离 而11点半就是我们的英文崇拜 有诗歌敬拜 也有Pastor Sam Johnson 继续他的登山宝份 讲道系列 而中文崇拜完了之后 11点20分就是 吴牧师的主要学开课了 这次的题目就是 中博保罗从使徒行转 看保罗的生命与侍奉 星期三晚8点是全教会的祈祷会 是一段很有意思的 圣会家庭时间 鼓励你可以的话都来参加 我们可以彼此聆听 同心向主呼求 而星期五晚7点半有积清团契 8点有跨世代团契 大家都是继续查考若拿书的 以下是讲道时间 但现在我将时间交给Mark Sir 最终的题目是 最终的题目是